哎呀,起床了,大家早上啊 窗帘啥了 哇,好天气 好,好天气 呀,起床 准备完毕,穿戴整齐 去叫少平起床 他还没起床 哎呀 二年今天是必须得好一下 晚上必须得到家 太猛烈了 这没看到我们 站在北面啊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今天中午呢,到这个昨天我们三更逛街 散步走到一个面馆,一家面馆 感觉这个面馆里面的焦头面,真的 哇,想着就好吃 我们今天就到这家面馆里面去吃 哇 六块钱一瓶 六块一瓶啊 六块一瓶不贵啊 都喝过十块钱一瓶的这瓶啊 是少平点的肥肠汤面 哇,这味道 好重呀 我没吃我都闻到了 嗯,好重的肥肠味啊 哇,好重啊 是吗 是吗 味道怎么样 果然味道很重 哈哈 好上头啊 哇,这个味道 哇,这个味道 哇 有点猪死味 第二瓶是肥肠饭面 然后加了牛肉 这一份牛肉要22块钱 几块吗 就几块 哇 哇,这个面看起来相当不错 哇,这肥肠味道好大 是啊 我都吃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 哈哈 这肥肠没有这种味道嘛 又不香 吃饱喝酒 哇,吃的好撑啊 它这个面有点甜滋滋的 有吧 有点甜口的 对 像扬州这边就属于江苏这边了 所以说东西 很多东西都有一种甜口 肥肠也是甜甜的 牛肉也是甜甜的 面条也是甜甜的 我味道还是非常好吃 大家都把面吃完了 吃的非常饱 哇,现在准备出发 66球 今天我们来到赛德的营地 陪邵平看看别的车 因为邵平呢 只知道我这辆车嘛 我还是带他过来看看别的车型 好像他有个选择嘛 这款是赛德今年刚出的嘛 也新款 去年咱们拍的是老款 现在是新款 这边是个储物仓门 还是挺大的一个储物仓门 加水系统 然后220伏的新能源接口 这边是排风扇 应该是逆边器的排风扇 看到这个仓门没有 无比巨大 这个仓门 里面可以塞一头牛 看到没有 刚才阿挺试过了 在里面坐两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巨大 然后这是新能源的充电器 在屁股后面呢非常干净 只有一个赛特福德的 和氏马桶的 那个取和氏马桶的一个口 然后这边下面 还是一个储物仓 储物仓空间非常多 这边是一个抽拉罩 看 抽拉罩 小桌板 非常整洁 然后一个 上面一个费亚马的支撑棚 然后房车的专用的 航空门 然后带这种沙连 带一个大号的垃圾桶 然后是一个电动踏步 进车门看看 进门 右手边一个扶手 扶手 然后这些装饰板 它这个布局呢是两座的布局 后面是两个 两个汽车座椅 跟前面的座椅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 这边固定在这里的一块桌板 是前后移动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拓展的桌板 他们把冰箱放在了前面 赛特福德的152升的冰箱 上面呢大雨的微波炉 然后储物仓 然后空调 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额头床 赛特的额头床还是做的挺大的 这个额头床应该是目前算尺寸比较大的 那个净 宽应该有将近1米5吧 然后长度也比较长 然后旁边两个小侧拉窗 两个照明灯 两个月读灯 上面一个小灯灯 这边呢过来一排的吊柜 环形吊柜 音响 这边做了个上下的布局 这边是房车的特朗尔的顶纸空调 然后往前呢柴暖的暖风出风口 这边呢三个抽屉 水槽 整个这边的台面是非常整洁的 就没有放其他过多的东西 就放了一个水槽 在这边做做饭 放点花花槽子还是挺好的 这边一个巨大的一个外推窗 上面还有一排吊柜四个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纵直的床 应该是宽宽是一米二 应该跟阿田那个差不多 上面床上呢还有两个 两个氛围灯 这款车还是挺整洁的 然后下面有个地台 这边还有两个 上面一个吊柜 厕所洗手间 看 它这个下面是塑胶的 所以说做用做用速度还是很耐脏的 然后赛特福德的马桶 这种比较大的一个洗手盆 然后把厄斗床的爬梯 放置在这边 然后一个巨大的一面镜子 上面两个储物柜 然后排风扇 带灯的一个排风扇 整辆车还做的中规中矩的 然后它的配置应该是水箱 应该是260升 然后锂电是1000A的锂电 它这个赛德的太阳灯板的话 应该是要选配的 电池1000A它应该是标配的 这个车架还不太清楚 但是给大家去问一下 在这边应该是控制面板吧 你看 控制面板放在里边 现在是1000A吧 你看 现在还有938A 94%的电 微波炉总开关 空调的遥控器放在这边 空调的遥控器放在这边 好迷你啊 这个遥控器 我给大家开一下空调 哇 逆变气没开 开一下 总开关 逆变气 正常模式 空调 空调 要打开 那我测试一下 今天温 温度还比较热 我给它开一下 开个20度 咱们过个10分钟20分钟 然后进来看一下 看看里面温度怎么样 把这个窗户 拉一下 关一下 大家测试一下 整个布局就是这样 其实我排的最好 前面这边改成环形卡座 这样的话会温馨一点 这个汽车座椅总感觉太古晚 长期在外旅行的话 其实类似于航空座椅 汽车座椅 长期户外旅行 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你只有在 坐车的时候是舒服的 然后平常生活的时候 你这么一个座椅 你看你只 只能这么板板真正的座椅 你也不能躺着 是吧 其实长期旅行 这样的座椅挺没有 家里的感觉的 这 我还是喜欢环形卡座 其实 房车里面最好的 还是一个环形卡座 想躺就躺 想睡就睡 什么这种汽车座椅啊 航空座椅啊 都是一个噱头了 大家不要以为觉得很舒服 其实长期旅行的话 这些 这些东西都是很激烈的东西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舱门 这是 这是电器的检修检修 检修仓 放在了这边 这边是一个mini的 2.5公升的洗衣机 放在了床下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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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